作曲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奇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457期 我们今天的话给大家分享铁工厂推出的这一款叫做Sonic Wave 这个翻译成音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它的话是一款三变的玩具 除了有机器的形态之外 还可以变形成一台收音机 还有一台外星的载具 那么这个的话会让我联想到 先前的话给大家做过这一款 官方数年以前推出的一个Wolf Cybertron Deluxe Class的声波 那么这款玩具也是可以变形成车辆机器人 以及玩家自行开发出的一个收音机的形态 那么这款玩具的话背后这两个轮子 跟它的一个变形结构可以说是颇为的接近的 所以这款玩具的话 我有理由相信它是接近了官方的那一款 这个Wolf Cybertron的那一个 那它的一个收音机的形态 它是一个外星的载具 然后变形成这个样子的一个收音机 我觉得还算过得去吧 也是一个60分的一个及格了 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中间 一个Workman的一个形象 这个地方可以打开 但打开之后的话是没有办法放磁带的 可以看到这个音波暗中观察的一个样子 那么它的一个底部什么不够方正 这个就完全是以外星载具的一个形象 来做一个弹塞过去了 然后手的话是完全不收的 对 它这次的手的话 不管是车型还是收音机形态 都是没有办法完整收纳进体内的 然后这个一体性的话也算是挺好的 基本上它最主要的一个卡扣 就是这个地方金色的部件 这个地方插进去 还有这个鞋 这个里头的这个肚子 这个地方有个卡扣把它扣上去 其他的话都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 这个手的话是直接放在后面而已 是没有任何的结合卡扣的 但是平常这个东西你平放在桌上 问题也不是很大 那我们就先把它变形成一个机械形象 首先的话我们把后面的武器的部分给取下来 然后变形的时候 从这两侧把它给打开 对了 变形成收音机的时候 最关键的是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这个两个球关 这两个球关的开口一定要朝人 朝收音机的正下方 如果你不是朝正下方的话 你绝对的是没有办法正常的把它给扣上去 是非常困难的 那我们一样先把侧边的 从这个地方本来就是结合卡扣 把它松开 以及这个地方把它往外面挑一些 挑一些 把里头的那个卡扣给它给松开 那这个地方的话 这一片部件的话 不是它有时候一个C型扣 有时候是会喷溅的 如果你这个推移的时候 技术没有说刚好的话 就容易去喷溅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扣得太紧了 好 摆开了 然后把脚正常的给打下来 然后腰转呢 180度 那腰转180度 这块翻下来 腰身旋转180度 好 然后呢 将这个脚转到正面来 然后呢 脚踝翻转180度 这个 不小心就被我碰掉了 这里有个C型扣啊 它是折到侧边 脚踝的话呢 拉出来一点点 那脚踝的话呢 因为有时候偏紧啊 你拉的时候呢 一样有可能不小心 就把它给拉下来 但是这个问题都不大 脚就放下来了啊 手臂的话呢 透过侧边转到前面来 翻转到它应该有的一个位置 然后这个头的话呢 先把头给翻出来 翻出来 然后这块部件有个凸 扣进后面这个洞 将它给收进去 到这边 好 然后这个 这个什么 这轮胎啊 是翻折到后方来 它这里有一个 往外翻出来 就把轮胎翻到朝中心之后 再往上推上去啊 这个结构的话呢 倒是比Wolf Cybertron 那款Deluxe等级的话呢 还要再稳固一点 那一款低级的话呢 是直接是完全是锤放在后面的 然后我们这一款 这个音波的一个人形态呢 已经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了 那它所附带的一些配件的话呢 也一一的给各位做一个说明啊 首先的话 它这个炮有两个 其中一个有红色的涂装了 那有红色涂装的这一款的话呢 我习惯呢 是把它当成是一个肩炮啊 肩炮就直接把它给扣上去就可以了 到这边 好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 我的话呢 就会把它拿来安装这个 银色的这个枪间的这个部分 先看一下它人形的一个高度好了啊 对比官方前一阵子有推出一个核心级的声波 我们这一款铁工厂的音波的话呢 在身高比较修长 而且它的腰身有特别把它给缩小啊 这个腰是有做出来的 那四肢的比例的话呢 也是比较韩国欧巴 然后这一款官方的话 就比较接近于古早的一个玩具了 那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标准的一个音波呢 按着这个肩膀的这个按钮 那这个手指的话 只有单独这只手才有 但是你不管怎么样去调整呢 这个指尖都是碰不到这里的 这个关节啊 身形的比例 怎么样碰都碰不到 我已经试过非常多次了 那它还有其他的一个替换部件 这个一转就下来了啊 然后有一个 这个是音波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仪器 那这个仪器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啊 反正各位你知道一下 有这个东西 那你也可以把它拔掉之后呢 换上是一个手掌 那手掌的话呢 就可以摆出很多很漂亮的动作了啊 然后这一款的关节 总体来说 是没有过紧 也没有过松的一个状况 算是比较OK的 然后另外一只手的话呢 我是让它手持是可以变形 就是Megatron变形的这个枪啊 那这个枪要拿的话呢 必须把根部这个地方先拿掉 这个地方再把它给取出来 取出之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安插另外一把兵器 这个另外一个兵器的话 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 把它换过来好了 换过来 两手是可以互换拿的 找这边 因为它是一个方形啊 所以你握在手上之后呢 你只要转它呢 基本上是转不动的 然后这款玩具 你在插孔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记得把它给捏紧了 你不捏紧的话呢 它这个 这个 那个插孔的那个位置呢 它会凹到里头去 所以是比较不方便那个地方 然后这个武器就暂时恢复它那个原状 好吧 然后它的一个基本的可动也各位看一下啊 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手臂360度的转动 没有问题 平局 OK 肩甲呢可以做一个造型的调整 手肘的话呢 弯超过于90度 拳头可以踢换 当然可以转啊 腰身也是可以转动的啊 脚前后左右踢 没有问题 往后 往后踢的话 局限比较大 它后面这一片 以为是可以翻 其实并不行 前方的话 其实也是不能翻的啊 但是因为它还有稍微短一点的裙甲 所以多少能够动一下 膝盖的话 可以弯超过90度一些些 脚踝的接地还不错啊 那基本上都是变形的时候 我就用得到的 整体来说的话呢 这款的可动呢 也不算差 也不算差 摆动作啊什么的 也是算挺好看 但是最纳闷的还是这个手啊 自己去没有办法去勾到 这个按钮是感觉比较比较比较淡疼一点 好 那这个人形本身的这个涂装啊 蓝色的话呢 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看的啊 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的话呢 进入它的一个后半部的一个 第三个部分的一个变形过程了 那我把这个拳头拿掉 是的 你如果不想的话呢 你其实你拳头也是可以拿掉了啊 因为这一款这个音波的变形呢 它在变形的时候呢 这个拳头呢 是没有办法收进去里头的 可以看到啊 它是能打开 但打开之后啊 拳头是没有办法完全收进小臂的 基本上是做不到的啊 所以我们就 如果你 如果你不care的话 是把它这个拳头给拿掉 也是无所谓啊 好吧 那这个炮一样都先给拿下来 那我们开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首先的话呢 把这个部件呢 这个板子推到后方去 头的话呢 要往后推进去之前呢 先把这个地方给打开 而这个敲敲板的一个结构 这样子才能够把这个头给放进去 那头的话放进去就是放正一点点 到这边啊 这个部分往上推就可以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做一个动作啊 我们先把这个轮胎啊 从后面啊 这个地方打下来之后 再往前面推过来 那这里也是一样的 打下来 再往前面推过来 然后的话呢 我们这个腰部呢 旋转180度 再来我们把这个轮胎啊 这个上半身往前面推过来 到这边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就开始它的一个 这个其他的这个锁扣的一个部分了 啊 锁扣的时候呢 最主要还是把这个脚 这块部件翻出来 然后它有一个翻折的部件 看看 做一个翻折过来 那翻折过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做什么呢 这个地方有个洞 它要跟这个地方这个钩 做一个结合 到这边 把它给扣上去 硬把它咬上去就行了 那么另外一侧也是一样啊 因为这个部分的话 我是觉得先把它给变形起来 它的整个一个车身的话呢 结构会比较完整 这个地方 把它给 咬合咬进去 好 扣进去 都扣进去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把这个后面的两腿做一个结合 这样会比较简单一点点 好 两腿做一个结合 然后这个银色的这个脚掌就往上翻 整个推上去 推到底 这里一样 往上翻 推到底 到这里 然后这块部件呢 先不要管它 手臂的话怎么做呢 手臂的话转到侧边啊 这个有孔洞的这个地方转到侧边 然后整个的往后面放下来 透过这里啊 这里其实是算是一个双洞关节 把它往下放下来 那往下放下来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凸啊 跟手臂内侧 有一个组合卡扣 把它给扣上去 到这里 另外一侧 这个地方记得打开啊 这一片就给它打开了 然后到这边 推到 下方来 然后到这边 一样的 我们给它做一个结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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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要收进去啊 这样才才不会干涉到这里 把它给放下来 到这边 这里把它扣上 好的 那么呢 这个一来 所有的一个手啊 脚啊 都已经完成组合卡扣了啊 那么上面这个地方会晃啊 这个晃 但是它 它的一个解决方法呢 我也只能说这是天才啊 你可以看到手啊 其实是完全没收进去的 它就是靠着这个东西呢 把它给扣上去啊 扣到这 这个图啊 是朝上啊 这个造型来讲 应该是这样会比较好看 然后我们这个 另外一个武器的话 就把这个给拆掉 这个下方收起来 一样到这边 把它给扣上去 这两个都扣上去之后的话呢 其实它就算是 你往上压 它顶着这样 你往下压 它会卡住 那等于说就是 它就是变完了 对不对 然后这块部件 往前放吧 其实不往前放 现在也无所谓 那么滚动性还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款 这个铁工厂 第41号产品 这个音波的一个载具 这个形态 呃 我并不是很讨厌这个车子 我觉得还可以啊 完全还是 嗯 用最低的标准 嗯 它有轮子会着地 一推还会动 这不是车子 这是什么呢 是的 它是 你从这边看 它其实也是有个装甲车的形象啊 不能说完全没有啊 而且我觉得我还能接受 因为它 你说它手外漏吗 其实它已经算是有挡起来 有遮起来 而且它很巧妙的 所以用了两个这个炮的一个形态 把它给做一个遮蔽了啊 然后好像有点歪是不是 歪倒是 也还好 这个调整一下也就行了啊 反正铁厂的一个载具 本来就送 但是这一款我真的觉得 做的还行 而且非常好玩 那人形也够帅 收音机形态也是 算是多了一个bonus的一个状态 有一个三变的一个玩具 毕竟啊 小比例玩具能够做到三变也 也不多啊 虽然是都是有点小牵掌 但是我真的觉得做的还可以了 乐趣度还是挺高的 乐趣度还是挺高的 那么就利用这一集 给各位做这个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